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忙完了清明法会 今天一样来欣赏人间姻缘的一首歌 其实在师父 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我们的师父上人 他的文学作品当中 其实歌词 这些诗词 诗歌 占了相当的一个比例 早期把师父所写的 做的词 然后有些老师来补取 早期收集起来就叫佛教圣歌 比如说我们以前当学生 都有佛教圣歌这门课 包含我们在道场 开办佛学班 也会有佛教圣歌 当然之后就在发展出 这个人间姻缘 就是为这些早期的佛教圣歌 赋予新的这种 好像活力 或者现代的元素 这些 再加入这样 创新曲 就叫人间姻缘了 所以经过几年 都办了全球 争取比赛 当然有翻译成不同语文 才有全球的这些创作曲 所以也是传唱的很普遍 你像我们在 这个人间姻缘 就找恩佛光 人间姻缘这个单元 都播了四年来 当然也有几首 是有会重复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杨柳观音 或者是流转 这些都会 成岛 我愿 这些都是难免 但是怎么听都是很好听 对 还有很多的点灯 像这些 但大部分就是 比较新的创作曲 人间姻缘 早期的 这个佛教圣歌 就比较少 这个再 把它重新制作过 当然后来呢 也有 也有 如是我闻 也有佛教圣歌的CD 那我看去年吧 大概在网路上 这个讯息传得比较多 我们人间卫视呢 就特别制作了 有 有 许多是 佛教圣歌的 这些 MV 那其中有一首 各位看到我的后面的字 在一片茫茫茫大海上 出现了两个字 叫西方 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 就叫做西方 西方这首歌曲 是很有它的 这个怎么讲 一个历史性 一个里程碑 一个 就是创新红法 现代红法的一个里程碑的 这么一首歌曲 它的地位 这个可见 受到重视 这是怎么样呢 各位知道我们佛教 传统的诵经 早晚课诵 传统佛教共修的方式 不普及的 到现在当然都普及化了 早期师父到宜兰 去带动宜兰念佛会 包含雷音士 他们有讲经 有这个共修 就特别是念佛会 但一般 一般就算有共修 就是念佛会 大概就是 来送奥弥陀基念佛 然后就回去 但师父就很强调 一定要讲经说法 那一定要办信徒教育 像这些 而且不分年龄层 就老中青 然后青少年 然后儿童 幼童 这些通通都有 师父还说 这个当时 念佛会 师父 这个煮法 带大家开始念佛 绕佛的时候 师父就绕出去 就看儿童念佛会 小朋友 青年会 青年 再带儿童念佛会 师父过去看他们一下 然后再绕进去厨房 再去煮两道菜 然后再绕回来 正好 归位 直进 或者念佛 这样 师父就是 我们这个师父真是很特别 当时师父就提倡 就是因为看年轻人 都 我想这是师父的法源 就很多年轻人 都是跟着师父 但年轻人要诵经 他会觉得很boring 很枯燥乏味 不是每一个都是 马上进来 就是我要修道如何 慢慢慢慢引导 讯息来的 所以师父就写了一些歌曲 师父常常说 他是叫什么 五音不全 但是师父说 因为五音不全 所以就写 写歌 然后请老师来谱曲 然后让大家唱 所以师父不是不善音律 不是不懂音律 师父懂 而且师父知道 我的歌词要怎么写 然后老师的作曲 曲风 师父是有 说有几位老师 特别他的作曲风格 容易学起来 朗朗上口 所以有好几首歌曲 像这首西方 就是杨永浦老师 杨老师帮师父 谱了好多歌曲的 那我说这首歌 为什么他有他的历史地位 就是早期共修之后 传统佛教来讲 念佛完就念佛完 但是我们的师父 就用这首歌曲 西方 然后来 就是加入在这个 念佛共修法会里面 让大家唱 就是说 你除了诵阿弥陀经 战佛念佛之外 你有没有宗教体会 我把这个歌词 念给大家听一下 各位就 这个要深深地这样进入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先听听看 西方 苦海中一片茫茫 人生像一叶小舟 漂泊在海中央 聪明的人儿 想一想 我们的目标在何方 一刻不能犹豫 一刻不能停留 赶快持好佛法的罗盘 摇向那解脱安稳的西方 娑婆界 黑暗无光 人生像一个忙者 徘徊在其路上 聪明的人儿 想一想 我们的归宿在何方 一刻不能彷徨 一刻不能妄想 赶快点亮心灵的灯光 走向那清静快乐的西方 在法会后 然后让大家唱 其实我今天选这首西方 这也是 当然心中有感 这感从哪里来呢 两件事情 第一当然是 这个清明时节 我们又是春季 就佛光墓园春季法会 然后又是道场的清明法会 都在 就是很 很精进的 大家在忏悔 清静 然后发愿 往生西方 种种 好 这是一个 法门上来说 今天 相应这首歌曲 另外呢 就是最近呢 听到一些朋友 来到我们沃泰华佛光山 这边土地好清静 这个人好好 他们很 好像很自然 发起一种 怎么讲 心目 向道的心 就会问 这个 如果要出家修道 就像之前 我们几位 年轻的法师那样 那应该要怎么 规划自己的学习 那来问的 我现在 想一想 有六个人 那当然 有的 有家庭 在问 有可能在佛光山吗 我是觉得说 像比如 其中有一位 我觉得他就很 很具体的 就比较具体的说出 他说 他开始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觉得 有学历 工作 赚钱 那就 生活就很快乐了 就发现 没有呢 那 应该是还没有 完成 人生的终身大事 那应该是 结婚 有小孩 这样应该很快乐了吧 结果 他说 这也不是 他到最后 他一直在找 人生 究竟的意义 到底怎么样是 真正的快乐 在哪里 真正的安心处 他其实找安心处 他到最近来 他说他 感觉到答案 应该在佛法中 其实这一论 我觉得 有些人 他听到 就接触到佛法 直接就 有因有缘 太好了 就入门 有的人是 跌跌撞撞 碰啊碰啊 绕啊绕啊 终于知道了 原来答案在佛法中 我就是要来学习佛法 我要来求法 我要来修道 这样啊 就大家 虽然 不同的路径 但是 一样 找到了 真的这里讲的 佛法的 罗盘 找到了方向 真的 这个 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 具足 出家修道 但是呢 走在个人 每一个人的 这个人生路上 也是 各位应该是 怎么讲 五味杂陈吧 藏了很多的 不同的滋味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起的生命 都不一定 说我就可以 同真入道 我就可以 如何 就马上可以 这个 修行如何 你现在的身份 如果是居家修行 其实居家一样 是可以修行的 那 但是呢 就是 如同这歌词当中 师父讲的 你要找到人生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真的 怎么样 通过 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继续修道 然后一直到达 真的 就是 解脱 安稳的地方 真的 这个 是很 很可以 我觉得是很有 这种 这种信仰的 这种宗教情操的 一首歌曲 各位一听这个曲风 就知道说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唱法 像有些合唱团 他们也会唱这种 比较这种 怎么讲 佛教圣歌 那像我们当时在学 他就有两种唱法 一个是比较抒情的 一个是比较 就是很坚决的 我就是要赶快找到 这个好像一个目标 这样 不同唱法 但是同样是唱出那种 宗教情操来的 跟现代创作曲的人间音乐 曲风不同 各位不妨欣赏看看 这之中除了是回味 这早期在师父的年代 就我们的师父 幸运大师的那个年代 那杨永普老 就师父作词 杨永普老师作曲 那师父把这首歌 放到共修法会之中 每一次共修都要唱这首歌 各位你遥想 就想想 如果我们当时也在那个现场 那会是怎么样呢 那这首歌 要让我们 要能够有所感悟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孤海中一片茫茫 人生像一叶小舟 漂泊在海中央 苍蝇的人儿想一想 我们的目标在何方 一刻不能犹豫 一刻不能停留 赶快吃好魔法的朵端 要想那解脱 安稳的西方 琢磊接黑暗无光 人生像一叶小舟 人生像一个忙者 赶快点赶快点亮心灵的灯光 走向那情景快乐的西方 伤心灵的灯光 人生像一叶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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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拨在海中央 人生像一叶小舟 人生像一叶小舟 我听门一叶小舟 都能拨在海中央 偷看 正能雨的西方 人生像一叶小舟 徘徊在青土上 苍蝇的人儿相依心 我们的归宿在何方 一刻不能彷徨 一刻不能妄想 赶快点亮星铭的灯光 走向那情景快乐的喜好 感谢观看